现在我站在这个Mathomdom大街上 我们来排昨天晚上没有排到的 排了45分钟沉没成本的 世界无名的kebuff 然后今天早晨来的时候 本来以为10点开门 然后结果他没开我们就走了 然后去吃了时尚最贵的kebuff 结果回来的时候 本来是想来买那Curry 36的香肠呢 结果发现他竟然开门了 然后我们前面现在只有20多个人 所以来照一下这个队伍 然后我们决定继续排 虽然现在已经吃饱了 一会儿再拍一下这玩意长什么样 好了一会儿见 来进去看一下这个超级多的kebuff店 超级多的人 然后现在终于排到我们了 这里比较酷的就是 他的食材都是烤的 我们终于排到了 这就是买的这个神奇具 但是现在已经吃不下了 因为刚才已经吃了一个了 但是还是得吃 所以我今天吃了两个 就我们应该会撑死 一会儿再汇报好好吃 好了一会儿见 OK 我现在坐在东边画廊的桥边上的楼梯上 正在吃 刚才排了半个小时买到了这个 吃点第一kebuff 已经凉了 但是还是蛮好吃的 嗯不错 现在到了一个不知道什么的桥 在那个东边画廊附近很好看的一个湖 超级美 然后这上面还写了很多字 然后我们现在在东边画廊 然后看到这里有很多人很多游客的就是这区培尔有名的 嗯好像是东德总理和西德总理的什么的一个新闻的 这个 然后其他的画呢就无人问及 然后在这里还可以看到很多骗人钱的弄甩子的一会儿照一下 哈喽 现在站到这里在我们在亚历山大广场叫Alexanderplatz 然后我发现有很酷的东西叫做Wet Taito世界中 然后它这个就是随着上面那个转可以看见现在这个世界歌剧的时间 然后我们找到了北京和上海可以干上海 现在是九点半左右 特别酷 然后我们现在要从亚历山大广场出发 沿着那个菩提树加大街叫Onted Linden 然后往前走 随行还会拍一些 一会儿见 然后现在我们走在一个不知道什么集市的地方 你看那可以看到很多人 有点像圣诞集市有很多小房子和超多人 还看到这样一家跟中国一样在大米上刻字特别有意思 现在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娱乐活动就是拿一个锤子敲 只要把那个球敲上去了就可以有一个帽子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爷爷哥哥叔叔能敲动吗 超起来 哦 没到 没有到 没有到 再一下 哦 到了到了 可以